你会觉得我这是一个很 我生活以外的东西 对对对 可有可有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比较 我比较 八点后 哈哈哈哈 我要走了咯 哈啰 大家好 我是Briant C 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 大家请记得要订阅按钻 然后打开小铃铛 今天呢我就是请了一对 非常漂亮的姐妹来跟我聊天 欢迎姐姐 Juway跟妹妹Junice 哈啰 大家好 我也非常荣幸 就是他们是我的 亚洲嘉宾 因为这一集将是我YouTube的最后一集 哈哈哈哈 你要谢Goodbye了吗 就是还要在YouTube里面投入小时 我要小时拜 That's all I'm going to YouTube 没有啦 在筹备就是明年可能在拍的content 所以今年呢这会是我最后一集的 一个 真正的一个content 最后一集的一支影片 我今天呢就是请了两个姐妹 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 女人有机30而已 我需要喝一个特别的 虽然她们这次一点都看不出像30岁的女人 大家都一直以为她们是20多岁 但是今天就是透过了平常 就是要透露她们的年龄 也没有 就为了你 哈哈 谢谢 我觉得30岁对女人来讲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阶段 那对你们来说 有没有在20多岁的时候 就是想象自己到30岁的那一刻是一个怎样 跟你们现在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女生通常都会很期待20岁 因为你感觉到是成年人 在我们20岁的时候 我们不会期待说 我们搞不好30岁 这个数目都 是可能进入一个老的世界 老的境界 对所以我们没有去想象过我们的生活 到底会是怎么样 所以就说在20多岁的时候 你们对于30岁的数目是有点恐惧的啦 对对对 你现在不想面对不想接受 所以从那一天的到来 对 你会不想面对 你会觉得说好像时间越过得越来越快 快要30的 可是你不会去想说 诶 那你30的怎么样 你就完全有去想啦 对 15岁开始会很快的就 踏入30岁吧 因为时间会过得很特别 所以你在20到25的时候 你还觉得你就是青春洋溢过就是在 你现在觉得做 还觉得我很清楚 very good 哈哈哈哈 刚才琪琪讲就是 诶 你过了25岁过后 你会觉得诶 时间会过得特别快 时间过得特别快 但琪琪你现在踏入30岁 有没有让你在想法跟思想上面有什么东西 20岁开始就会比较掉耳朗的 30岁就比较想比较多的东西 就是未来要怎么样做啊那些东西 没选 哈哈哈哈 所以20岁 你要有规律一点啊 30岁 所以3岁你就开始意识到 诶 其实真的是人生 要好好地规划 好好地知道自己未来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是28岁 已经开始规划你要懂 可是28岁你一定懂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不会只说 这个要这个不要 哦 这个可能要这个不要 可是你很明确的 想得什么都要 对 你想 哈哈哈哈 他们现在两个都是有另一半 但是我觉得非常特别就是妹妹就已经是要踏入婚姻了 我姐姐呢 反而就呼呼 哈哈哈哈 就是有男朋友 但是就是姐弟恋过后非常开心 非常有青春活跃的感觉 因为没有 因为对我来讲呢 感情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没有一个定位的你懂 就是没有说我一定要在几岁的时候结婚 或者是我要生孩子这种东西 我完全是没有想过的东西 素其自然 对 素其自然 我喜欢谁 我现在想要跟谁在一起 如果我的感觉对我觉得适合的话 射手座就是这样子 嗯 我就会输出去 我不会把感情这种东西放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 我生活以外的东西 对对对对 可有可无 对呀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比较 哈哈哈哈 因为我比较 归号我自己的生活跟未来怎么样 事业为重 现在踏入了30岁 那你们回首看回你们20岁那时候下的东西 你会觉得 其实那些东西其实根本并不重要 或者你有人觉得 其实幸亏我20多岁的时候有这样的目标 所以成就了现在30岁的你们 你会回想你之前你有做的事情 可能你会觉得说 我很好悔 我经历过了这件事情 可是你会回想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 我今天也留下这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有经历比较好了 at least你知道 什么东西是对 什么东西的错 长大了 就领悟到比较多的东西 可是小的时候 你当然一定会做那些很严致的东西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 例如 例如 可能 跟不该 哈哈哈哈 跟不该不该爱的人 在一起 或者是在感情挫折那一方面 或者是处理工作方式的方面 那些想法是不理智 或者是很幼稚的 所以你在当中就学习了很多 好像他讲的 有经历真的是好事啊 所以是二十 与人之间的相处也是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是不一样的 也对也对 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这种经历 也不会知道 诶到底错这是什么 我如果再遇到这样子的困难的话 是这样子的问题 我一定知道我该这样去面对 我觉得我们的Generation不一样 嗯 应该好像 可以很硬吗 我可以 0.0后个我们 10岁到18岁经历的东西跟我们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拿了手机那些 0.0后他们可以得到的资讯 会比较发达一点 你们 8.0后 哈哈哈哈 我要走了咯 好像记起来文艺 你现在已经要踏入婚庭嘛 但是你这段感情也是维持很久 10年吧 10多年吧 哇 长跑10年 这段感情 那你对你这段感情 你20多岁 你现在踏入30岁后 你对你的另一番要求的不一样 是什么 我觉得20多岁一起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责任感的感情 就是你不需要去谈未来 不需要去忽略那么多的东西 可是30岁的时候 你就是要认真地想一下 你们的planning要怎么走啊 以后日子要怎么样 就是不一样的差别 踏入婚姻啊 然后有孩子啊 要不要有家庭啊 类似的 那组为这样子 就是你现在跟你男朋友 就还想你11年 就以你现在的年龄的你 有了这段感情 到底对这段感情的期望 是什么东西 就是因为我以前的话呢 我会很期望我的男朋友 或者是我未来的老婆 会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 可是在我20多岁 在30岁之前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爱情呢 都不是这么的理想 在那一段期间呢 我的想法真的是变得 我觉得真的是顺其自然 如果我找到一个真的是 很疼我的很爱我的 我就觉得这样子 一起过什么就很开心 我家庭其实OK 可是生孩子的话 我就没有想过 对我觉得找另外一半呢 真的是陪你 公渡到老的 真的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有家庭也是一样啊 你到最后还是要你的半男前面 我觉得半男很重要的 个人的想法啦 原因为什么会把他们两个人 凑上一起跟我聊天 他们两姐妹的想法和性能 其实很不一样 他们知道自己很想要的东西 是很想要的未来是什么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 一个女人到30岁 结不结婚重不重要 其妻好像你 如果你的未婚服啊 她是在你25岁的时候跟你结婚 你会讲yes吗 或是是因为你那时已经差不多30岁了 她跟你结婚 你才有这个想法说yes 我不会觉得是岁数的问题 不是25岁然后你觉得应该结婚 是看那时候的心情 关框你的伴侣是不是对的人 你觉得如果对的人年龄的话 35岁也可以结婚 25岁踏入结婚也是可以 所以不是年龄的问题 你不会急着就觉得 我上次很无论结婚这个想法 我不会 你就 事情自然 她就chak and chill 哈哈哈 你就觉得 it's ok 可是也是因为在一起很久了 十多年啦 但主委上对你来讲 就是社会上给了那个限制 就是三十岁啊 要不要踏入婚姻啊 这种东西 我是不能处一辙啊 所以你觉得你可以不结婚 我可以不结婚啊 因为我觉得到结婚到来啦 你还是要一个半而已 那如果你的半真的是 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或者是对你不好的话 那你结婚来干嘛 所以你那个半真的是 最重要的一个 它可以陪你到老 你找到一个适合的 结不结婚其实跟你的影响 没有很大 跟你的生活没有很大的 对这个话题对我来讲 总是有无可有对 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世纪 就是我们已经进化到来 我们会觉得 我们也不想太顾虑 别人对我们的眼光 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限制 是在于哪里 我们应该在做什么东西 你觉得我生活其实就纯粹就是 想过得开心 最重要就是做每一样东西 对得起自己 自己过得自己那一关 自己觉得开心 好像你们这样子 也是非常经济上独立的女人 如果被人家看上去 其实你是一位非常独立的女强人 你会觉得这个很可怕的一个称号吗 我当然不会可怕 独立是钱都是我的 之前你跟Aurine在一起 因为你又是这个年龄 过后又那么的独立 那男生可能也会不敢去靠近 一定会有啊 我觉得Defense on什么男生啊 如果那些男生是比我还要强的话 他们可能不需要怕这种东西 一个女人 你结婚过后 却不觉得你需要经济独立 对我来讲 经济独立是很重要 可是我的感情方面就是 责任比较大的 就会交给男生去办 就是我 我只要足够养过自己就可以 在我这边啊 呃 是那种家里啊 那种东西啊 就是家里的东西啊 一个女生呢 真的是不可以什么东西都靠 靠完男生 靠完人 女生来讲 她真的是比较显摆一点的 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你自己女生的意 就是要independent 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而且一定要自己会赚钱 不要说你赚大钱 还是赚小钱 总之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个saving 就是对你自己的保障 所以这个女生 是必须做这一点东西 对 不要把你的青春啊 不要把你整个人生 都去依靠另外一个人 然后到最如果 发生什么事 但是给不到你那个依靠 过你就是会是很迷茫 我觉得其实女厂这个称号 如果要放在一个女生身上 其实对我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词 就是一个 因为证明就是说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 很独立的去养活你自己 过你很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说就到了这个年代呢 其实不分男女 就是你都应该要自己经济独立 过后有自己的想法 你不应该被任何人去操控你的生活 应该是走怎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聊到最后 有什么想法想要跟那种 可能快要踏入30岁的女人的一些 advice 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 因为现在的年代 我跟你说的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言论自由 所以你会得到很多 不一样的comment 很多批评 或者是家人的那些压力 然后去做你们一些 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父母的话是当然一定要听 可是你要有自己的分辨能力 你要自己去想 想看你自己要什么东西 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的 所以你每一天都要珍惜 每一天的时间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你就每一天过得很精彩 那你到了三岁 你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事情 虽然很多人就说 男人30才是他们巅峰的时期 但是女人30其实就是 没有青春这种东西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代 的确像主位刚才说的 没关系的 上手没有青春 哇 对啊 其实你本身 like我之前也是聊过 就是保养啊 还是应对自己的投资 心态 你自己的想法 都是 不是一夜间你能达到的东西 这种真的是 你需要在20多岁的时候 然后开始的去筹备 去想你接下来的路 是要走怎样的一个路 一个生活 什么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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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就是跟人说你不能 你看的人都在想我 你看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atching you too 没有 其实我觉得跟身边的朋友 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 你身边周围的朋友 真的很大的影响 like你 你朋友圈子的 他们的心态 他们的想法那些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总结来讲呢 到最后 不管你是在20岁 你在30岁 还是未来在40岁 到最后年龄 只是一个数目 因为不要被年龄这个限制 让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在哪一个年龄层 去改做任何一件事情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的步伐都是不一样 你就是顺着你自己 轻松 自己束缚的步伐 过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才是最重要的 非常感谢主委跟主妮 当我今年最后一支影片的嘉宾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支影片 如果你们喜欢 请记得要订阅按赞 分享过 打开小铃铛 因为呢 我明年还会陆续的上一片 在这里 wish大家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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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 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就是 哈哈哈哈哈 非常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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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你要圣诞节没有打算要聊 不知道 我们没有要聊天 甚至OK 哈哈哈哈